原标题 历史上最贪财的皇帝 为钱财卖官欲绝 还建立起自己的小金库皇帝 向来就是坐拥天下之人 正所谓普天之下 目非王土 正是因此 才会有那么多的人拼上性命 也要去争夺这个位置 按理说 皇帝坐拥天下 应该是什么都不缺的 更别说钱财了 可偏偏有这么干皇帝 是钱如命 总感觉自己的钱财不够多 为此还公然脉官欲绝 导致朝政混乱 真的是够奇葩的 汉陵帝刘宏生于河间 世袭也独庭侯 皇帝和他本事没有什么关系的 但是东汉末年时期 外戚和宦官势力强大 皇帝大都年幼 死了也走 很多都没有子嗣 汉皇帝也是一样 在汉皇帝死后 由于没有子嗣的缘故 年幼的刘宏便被外戚扶植成了皇帝 以便于自己继续执掌权威 展开权文汉陵帝在位时期非常的荒唐 毕竟继位时候正是贪玩了年纪 这么一个小孩子身居内宫 整天想着便是如何能够玩的 开心 于是挖空心思的去找玩乐了花呀 内宫之中没有驴 一个小太监突发奇想 专门挑选了四头驴进宫 以逗灵帝开心 后来在灵帝母亲董后的教唆下 灵帝发现了又一件好玩的事 那就是卖官 如此一来 自己还可以大正一笔 于是就在朝廷上下公开宣布 只要愿意花钱 自观内侯以下 致光陆勋下属土奔 与灵等部门职位随便做 如此一来 就有了很多人竞相购买 其中就有曹操的老爹曹松 他甚至都通过买官成为了三公 官位的价格多少呢 一般来说 是官吏年俸的一万倍 并且升官也要交钱 刚开始的时候 可以先上车再买票 等你做了官以后 再把钱给交出来 这么多的钱从哪弄了 自然是凭借着得到的官位 然后去搜刮银之鸣膏 后来灵帝感觉来钱 还是太慢 就规定先付三分之一 或者四分之一的钱 然后才可以做官或者升钱 如此一来 很多人当不起这个官 是被吓得弃官而走 通过卖官挣了一大笔钱后 汉灵帝就开始担心自己的钱财 于是派人把钱送到了自己的老家和间 并在家中建上一个专门藏钱的地窖 这也就是汉灵帝的小金库 有了小金库以后 汉灵帝还是不放心 接着又把钱藏到了他最亲信的宦官家中 时不时的去看看 不过汉灵帝也算是一个比较幸运的皇帝 幸运的是 他还没尝到恶果之前 他已经死掉 而卖官的行为 直到他去世才结束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